《車叉樂壇》要歡迎閻明熙 珍惜和你聊天音樂的時間 因為閻明熙很忙 自己在首歌上說七天都不夠功 難得在暑假期間可以宣傳自己的歌曲 今次這首新歌叫做《閻》 大家聽到有一個全新Gigi的演繹 或曲風都是小事 特別更加驚喜的是他這次說唱英文歌詞 這是誰的想法? 其實我也有一點想法 當時是跟Johnny一起聊這首歌 然後我給了一些參考給Johnny 我們大家就等 等到Demo之後我就呆了 因為他全部都是Rap 全部都是嗎? 沒錯 然後我全部都Rap一次給Johnny 然後我又跟他說 但我覺得這首歌裡需要有一些長的元素 最終出來的效果就是這一種 我又想問問Gigi 當初自己有什麼references 跟Johnny去聊 拿給他好像見老師一樣 我就想做這類型的歌 自己拿什麼references 我是拿一個編電音 然後裡面也有Rap 但它其實是一首普通話歌 它是普通話的Rap 還有再加少許英文 其實你自己銳耳已經一心想要試一下Rap 對 還有Johnny說試一些沒有試過的東西 即大家都沒有聽過我做過的東西 那你有沒有問Johnny 你在哪裡找到這首歌呢? 嗯 他說有一個朋友是專門寫這些 哦 就是Johnny 現在看到Johnny Lee 其實他也做很多的歌手 本地歌手的一些歌 或者台灣都有 我看到有張惠梅、溫嵐 譚校長、Eason 很多歌都是來自這位朋友 所以你聽到的時候就覺得是這首了 中了 呃 又 不是的 因為它是另外一個我 我覺得因為我平時自己是偏向直線的人 就算如果有很刺激的東西 或者是很神奇的東西 我就會高一點 比較平淡一點的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是另外一個人格的 哦 其實會不會每次有歌曲演繹 上舞台 或者錄音室的時候 跟上學的Gigi 或者現在可能聊天的Gigi 都是另一個人來的 其實是 而且我是很視乎可能那天穿什麼衣服 或者是 什麼髮型、髮型、髮型 而改變的人 是的 所以看到有時候 平時這個樣子和做訪問 或者上去頒獎台的分別真的很大 因為就是有不同的頭裝 梳化服 幫你變身成為一個另一個角色 沒錯 但是自己是不是都很享受這件事 好像有不同的變化 可以呈現自己的性格出來 嗯 還有很有新鮮感 即每天都有新鮮感 還有自己都比較喜歡挑戰自己 所以有不同的東西 是可以令到我有不同的挑戰 還有自己喜歡 所以是很重要 是 這首歌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亦是很有新鮮感 大家都幾驚喜 和反應幾好 嗯 那是否在Rap那裡 會不會今次都有一個很大的信心 還是都算是一個大的挑戰 很大的挑戰 我以前有試過唱Rap 但是比賽的時候 是唱Rap老師的時候 差不多是姑娘 然後就Rap他那些Rap 但是那個也有一個reference 你可以參考Rap 但是用你自己的方法演繹 沒錯 就是全身的 沒有人唱過 沒錯 之後我就 那時候在錄音室Rap 我就問Johnny 究竟我要厚一點的聲音 還是薄一點 之後他就說 這種感覺就OK了 即是我現在唱出來的那種感覺 哦 即是都試了幾個不同的方法 沒錯 因為我比較喜歡問別人 尤其是錄歌的時候 我很喜歡問監製一些問題 所以今次 還有今次是遙距錄音 我覺得非常有新鮮感 因為當時是在國內做節目 對 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監製不在 對著電腦去錄音 那那個方法是怎樣 Johnny有沒有示範給你 還是任你試 試到適合為止 是任我試 之後我會再問他一些問題 因為我怕有些事情 是做不到他想要的那種效果 那我就會不如直接問他 想有什麼效果 這樣就會好些 還有花的時間都會少些 當然我自己會試了一些 我自己認為 對的感覺先 那再問他如何 這份Rap的歌詞 是否用回原本 在Demo裡面聽到的英文歌詞 不是 不是嗎 Johnny再寫過 是 有改過 因為有些可能 太進攻性 或者是 不是太適合 就會改了 例如I wear my crown 就改了 剛才Gigi說 本來Demo 就是全首都是Rap 後來怎樣寫 有沒有去更改 或者怎樣去變動 令到現在這首歌 其實Hook line很強 例如一開始已經不停唱這段 chorus 大家都很記得這一段 後來有沒有去修改 其實修改唱的部分 就沒有什麼 但修改最多就是Rap 但其實也不是太多 我意思是 你當初不是說這首歌 全部都是Rap 但現在也有唱 一開始已經是 接觸我媽媽 不停唱 那個Hook line很強 但你有沒有跟作曲的人去改 沒有的吧 我就沒有怎樣跟他溝通 由Johnny去處理這首歌 沒錯 再加上作詞人去填 沒錯 由Rap的歌詞變成你唱的歌詞 沒錯 這首歌自己有很多意見 和訊息想放下去 當初Gigi為什麼想寫一首 都很關於自己的歌 因為 因為覺得有一個作品 其實不是 最主要的大腦不是我 最主要的大腦是Johnny 還有他覺得 有些東西是 希望可以嚇到人 即是被人驚喜 沒錯 他就想了這個方法 是 他就想了有三個元素 這個是其中一個元素 Rap是其中一個元素 嗯 另外就在其他的歌 沒錯 哦 我知道以後Johnny也會幫你做三首歌 沒錯 被你知道了 你揭發了這個 我知道 希望在歌曲那裡 會更加突顯 和認識賢明希的個性 和更加可以將他的聲音發揮 就是用歌曲去呈現出來 沒錯 那這些歌是製作當中 還是怎樣 有一首已經製作完成 即是回來了 不用再視場錄音 沒錯 另外就有一個製作當中 嗯 所以會更多 有關於自己的個性 都在歌曲那裡即將會呈現 嗯 但這首歌其實真的很關自己的事 即是剛才我們有提及到 七天都不夠用 是啊 或者最後那句歌詞 有你自己的名字放進去 這也是填詞人彭家維的心思 沒錯 其實維維呢 我一開始沒有他的聯絡方式 和沒有怎樣溝通 那其實我知道他的作品就是 那時候拍青春本 我買有即影即有這首歌 那他就負責填那首詞 誰知道這次都是尋回維維 那我就覺得非常神奇 而且他原來是看了我很多資料 還有看了一些訪問 或者唱歌的時候 是了解到我的 他才寫下去 但一開始我沒有跟他溝通 誰知道他就寫了這首詞 就會令到我非常震驚 還有其實當中有些 都是好像我所做的事 或者是我面臨的事 他竟然可以寫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 他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 即是你沒有跟他聊天 或者有訊息上面的對話 純粹他就找你的資料 去了解你再寫出來 沒錯 那這首歌算不算是很代表自己 賢銘喜的一首主題歌曲 可以算是 但是我想 往後會有一些日子 都會有另外一首歌 可以這樣做 自己已經忍不住 一直透露 想告訴大家 接下來的歌曲是怎樣 所以可能會有三首歌 只有Johnny去監製 這幾首歌 都是很有代表到 個性的作品 對吧 嗯 他有不同的感覺 不是可能全部都好像厭 也都會有一些可能是比較 跟他不一樣的 哈哈 不知道 那個類型不一樣的 是 可能再被驚喜大家了 不斷會有很多不同的突發性的驚喜 希望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沒錯 希望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我覺得很多人聽到這首新歌 已經覺得是 Gigi可以演繹這個類型 已經覺得有一個新的新鮮感 嗯 所以其實就是很多東西可以再去發揮 你自己也有很多東西想試 沒錯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挑戰的人 所以 這一首歌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還有 都很開心可以挑戰到這種類型的歌曲 給大家去聽 是 你自己在錄的時候 或者現在聽到製成品 有沒有一個歌詞內容 或者有沒有都打動到自己 有些就有些打動 因為例如 好像你剛剛提及的 《七天不夠勇》 我自己是 確實有這種感覺 以前覺得時間好像很漫長 還有 如果在家裡 自己在做自己的事 你就會發覺 好像在浪費時間 但今次真的找到目標的話 好像現在這樣 就會覺得七天真的不夠勇 是 因為參加很多不同的節目 比賽 或者到處不同的地方要去 其實真的會很累 是的 的確會有少少累 但是 因為自己可能偏向喜歡做那件事 所以 他累的感覺是有 但不會侵佔你整個人 是 可以分享一點點 就是在很累的時候 亦都是一個 不是自己家裡的環境 怎樣可以保持著正能量 其實想想你身邊有很多人 是支持你和喜歡你 這個已經足夠 因為如果 我自己不是一個經常想負能量的人 通常的正能量 是在我的腦裡很多 例如 我經常打個比喻 如果有一個很喜歡你的人 正在不開心 如果他看到你的偶像也不開心的話 他應該就會非常不開心 所以我希望可以帶到正能量給每一個人 也挺好的 會想起其他人 如果我自己不開心的話 其他人更加感染到這份負能量 就不太好的訊息 沒錯 所以你平時生活上 怎樣可以更加聽多些歌曲 或者怎樣可以接收多些生活的東西 再放在歌曲那裡 你知道大家都說 歌和歌者是要有緊構的 你自己怎樣把這東西平衡回來 我自己會聽不同種類的歌曲 然後吸收不同種類的一些風格 或者感覺 但有時候唱的時候 未必是真的貼合到 因為自己不是那個人 所以我會去模仿 但有時候可能模仿得不夠好 或者是不是那種感覺 但我覺得最主要是你要勇敢去嘗試 如果不用勇敢去嘗試 你不知道自己做不到這件事 那你就不會去進步 即是你就不會去 繼續去做好那件事 所以這件事是重要的 又或者遇到不同的人和事 是不是都會令自己更加可以 多些吸收大家的經驗 或者分享一下生活 沒錯 因為每個人經歷的一些事情都不同 有時候你去問他們的話 他們就會分享一些他們的經驗 或者是一些經歷給你 是 你未必去試過 但你聽到別人這樣跟你分享的時候 你就想像 或者是 嗯 想像之餘 是 腦補 腦補它 你就會 可能真的體驗到那件事 或者 將來你都會有機會去體驗到那件事 那就 先預先知道了 有想問一下Gigi 之前參加《星深不息》這個節目 其實有很多前輩 也有很多同輩 可能大家唱功都很強勁 有什麼交流 或者有什麼經驗 在這次這個節目有得著嗎 我覺得 這次我很幸運 就是可以參加到這個節目 還有 有不同的機會給我 和不同的前輩一起合作 例如千華姐 和莎莉姐姐 和嘻嘻姐姐她們等等 都是非常令到我 很新穎的一次體驗 始終沒有跟她們合作過 還有發現她們身上的優點都不同 還有 真的會感覺到 她們對音樂的熱情和認真 哦 那在她們身上 有沒有再得到一些得著 而放在自己 可能在錄音 或者在自己歌曲的演繹那裡 例如放鬆 就好像莎莉姐姐那樣 放鬆 因為我有時候會很緊張 然後她就叫我放開點 放開點 之後她就經常在我耳邊 就這樣提醒我 因為有一次我和莎莉姐姐 和嘻嘻姐姐一起去 合作談情旋愛 那我就 和她們兩個初次合作 有點緊張 但其實和她們相處已經是非常融合 之後我就 因為這首歌我都會有一點緊張 因為我對歌是非常欲緊 我又想表演好她 但我又會怕做得不好 所以我就會經常矛盾 又會繃緊自己 但是她會經常叫我放開點放開點放鬆點放鬆點 令到我的腦就好像真的很放鬆 可能其實更緊張 我一直看著你 但又真的有用 那我就 哇 原來這個 真的很重要 《戚差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即刻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吧 《戚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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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中文字幕》